我们的荷尔蒙下降 我们的女生的性的那种功能 有的是跟雄性素有关 我们的荷尔蒙的制造过程 女生身上可以验得到雄性素的 因为它只是一个代谢路径的 中间的一个产物而已 所以当你的卵巢功能在下降的时候 因为血液供应不好 即使你卵巢在 或者慢慢走向更年期 你的这个性功能的需求量就会下降 那卵巢功能的减退 当然也会影响 因为你的血液供应就不好了 一定会将对这样 也就是说切除子宫的话 其实也是会影响到卵巢的供应 对 因为它的血液不仅是子宫过去 还有后面两条动脉 其它是一个复杂的供血系统 那你把它一条 就水柱本来加有五条好了 你把它砍掉三条 剩两条 当然它的功能就会受影响 那泌尿道的一些症状 最主要就是 我们更年前女生 常常会造成泌尿生殖道的萎缩 那同样你荷尔蒙下降 这些当然就会有一些影响 那精神方面的疾病 这当然会啊 你看我们女生的荷尔蒙在波浪 月经 每个月来 女生大姨妈来就会有波浪 那你更年期那些女生 她们都会有相对应的一些 情绪上的反应 这是合理的 可以接受的 了解 好 所以平常的保养非常重要 今天佩玲要教大家刮代脉 这对女生很重要 对 确实很多 其实女性啊 就是因为有可能 那个子宫卵巢 如果都切除的话 其实她可能就会有荷尔蒙不足 就有像更年期会肥胖的那个状况 那一般我们就会用一些 就是帮她调那个荷尔蒙啊 不剩 或者有些人疏后之后 觉得很疲劳啊 不气血 然后再的话局部的话 因为我们腰部肥 腰腹会肥胖 女生就是最担心的 这个就是腰腹肥胖 因为我们的代脉 它其实就是以肚脐 这个做一个基准 大家先找到自己的肚脐 然后它是还腰一周 它就整圈其实 就像我们那种皮带 那一个地方 对对对 都是我们的代脉 然后这个呢 它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经络 都是直的 只有代脉是横的 所以它是把它竖紧 是 就把所有的经络竖紧紧的 那我们现在的话 其实以前的人会用 什么熏旗啊 九法啊 那我们现在的话 有一些那个刮沙板 我们是可以加热的 它就是电的 按了之后 它是会电动加热 它就会温热的感觉 那我们就可以用 像是那个艾草的精油 你就抹在你的这个代脉上面 那刮的方式 你可以这样子上下 就是上下沿着你的代脉 这样子刮 所以代脉虽然是横的 但是大家不是往横的方向 而是要上下上下 你如果横的话 因为它我们还身一周 看你顺手的方式 有些人他手可能没有办法 转得那么顺的时候 其实上下施力 就是小小的上下施力 稍微这样子 沿着它经络的方向 然后你可以看说 你手可以到多后面这样子 那另外一边的话 你可能就是从右手这样子 OK 或者说你如果你顺的话 你也可以横的刮 就是把这个代脉这个部分 把它通顺了 让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调整复壳的部分 今天用的这些食材里头 它跟女生的雌激素 甚至黄体素比较有关 是哪一些营养素 你知道吗 其实我刚才有讲过 我自己本身就这样 所以我都很注重这个 注意这个提高 我们黄体素的这些食物 有一个口诀叫做 一生必须美 就是要 不错 就是要有维他命E 然后要有心 要有B 要有C 要有美 所以叫一生必须美 这样子 那里面就是 B就是B的意思 对 然后C 然后美 就是我们的美 那这些东西 就是一个稳定提高 然后刺激我们的脑 那个脑下垂体来分泌 然后再稳定它的浓度 所以就一定会很美 那就像我们讲的鲸鱼 还有像我们说的南瓜 这些通通都含在 我们的一生必须美 E 心 B C 美 里面都有 你这个口语会很不错 大家一定马上就记起来了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 郑凯云 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另外很重要 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 可以按下去 表达对我们的支持